歡迎收看馬蜜世界環節 世榮在這裡和大家終於喝威士忌 戒酒一陣子 也會養成健康 我們繼續試試這個Highland Park的十八年 希望它可以有淡淡的煙燻風味 加上海風的鹹味 還有一些鹹味的威士忌 大家也沒試過 在這裡和大家說說馬蜜世界 不一定說提示 通常都會說說我對賽馬的看法 有時是投注策略 今晚未有賠率 剛才大家看了六萬彩 有時都會想一下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些 或者為什麼不選擇某些上次贏得容易的馬 其實有很多原因 不如今次和大家說 如何找一些冷碗馬 冷碗講了很多次 如何計算出馬 大家知道 聽味的封面都知道 啡色框那些 今次和大家說 為什麼有些熱碗是不值 直播的時候和大家說 這些熱碗不值 雖然也會贏 有些會進步 或者遇更差的對手 或者適合形勢等等 都會的 但是 為什麼會有些可以 有些 經常都有點熱碗 我說不行 那些通常都 刮路襯 現在 今次 帶大家看看 未講之前 很重要的 一起 倒杯茶喝也好 蘇格蘭茶 你可以倒杯奶茶喝 開玩笑而已 未講之前 記住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 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什麼熱碗馬 可以跟大家說 那隻馬 為什麼我會看到它 或者我認為它不行 我認為它不行 好了 我都交叉了眼仔 自然輝煌 這隻馬 今次 蔡明少騎 相信都不會太 雖然它不是大熱碗 但也不會太過冷 也不會太過冷 也不會太過冷 即是你不要想著它二十倍 如果它二十倍 就先要回 我估計都是 跟上次贏了差不多倍率 那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它不行 其實你可以理解到 上次這隻馬 贏馬的時候 帶大家看看 大家認著這件彩衣 藍衫紅帽 深藍袖 不是很難認 因為上次都完好 其實那個位置挺好的 你看賽事重溫 入刀去直路前 這隻馬 其實都是一個二疊的位置 粉紅色麵箍那隻 大家在這裏 在後面看到 它擺平衡不錯 但是你會留意到 舌欣是還未動手 只有三百米左右 就在這裏開始騎了 一騎 外面粉紅色麵箍 現在戰最止住那隻 你會見到它的充勢很好 其實士忍去到這裏 你都會知道 它夠贏了 還有一百米 還在騎 因為怕外面有馬追上來 它也拆騎到追後 這一種 雖然也略為 脫開後面主馬裙 但是 是不是有馬追上來 沒錯 還要留意一下 追上來的馬 它脫開了主馬裙 是因為它沿途騎適合 馬沒有搶口 再加上捕捉適合 這件事都很重要 好了 為什麼說這隻不可以呢 同樣地 三隻其實都是屬於後上馬 不過後面那兩隻追得遲些 我們先看看時間 四十六秒一 在當日地爛爛地 是什麼概念呢 你就看看有沒有千二米 有 四班 四十六秒半 慢步速就是前三名 前四名有三隻回來單T 很合理 這場是慢步速 亦都慢了標準時間 然後我們看看 很多場次 千二又好 千四又好 有轉彎路程 大約都能平均標準時間 即是說去到第五場 地沒有什麼變化 它都是平均標準時間 剛剛好 結果那個總時間 就慢個標準時間 半秒 半秒就是三個馬位 那你說 咦?但是都是後上馬追上 那是正常的 因為在我身後的團結精神 本身大家都見到 它是方頭 不過它三十幾倍 它本身都沒有什麼能力的馬 亦都是怎樣 開始年紀大 亦都是在外檔 排個十二檔 沒有力是正常的 不關陳家的事 但是大家要知道 這場很多馬都在後面追上來 只不過自然輝王 沿途守個位比較漂亮 入直路 早點發力 後面的馬就追不及 結果後上再後一點 那兩隻明恩賞 同意戰得勝 是追得到的 不過是接近一點 但是收窄不到 過不了它 但是後面你會留意 場地比較爛 很多時候 很多馬都在後上追上來 唯一一場精準快車 保羅成全 超慢步速 慢秒七 當然是一對前面回來 但是大部分時間 重草成名這場 都是千二 但是三級賽 輕綁那兩隻 包含了連贏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頭三段 頭兩段 都是四十五秒半 四十五秒半 大家想想 同四十六秒一 差零點六秒 但是那場三級賽 不是三班 三班之上 就有二班 一班 先到三級賽 那即是說什麼 哪怕後面的場地比較難些 後面那場 真是快步速來的 所以你才會見到 緊張大師 捱到最後就斷了 被重草成名追過 標之未來都追到 靠他輕綁 不過你會大底上留意到 無論千四 甚至乎其他場 即正常短途來說 都是怎樣 都是後上馬佔優一點 這場還要是偏快步速 很接近三級賽那邊 你會發現 所以大後上馬 就包斷了前三名 亦都很正常 問題來了 既然騎得一絕 適合步速 讓你贏 贏完之後就怎樣 加分 加了多少分 加了69 去到75 在箭咀灰色的位置 但因為磅的差異 即班次頂磅差異的問題 你就會看到他加了7磅去跑 一隻馬僅僅贏半個馬位 而對著一些不太強的對手 加上步速 你加多7磅給他 除非他遇到更弱的對手 或者他自己進步 否則沒有這兩樣東西 你是很難再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快步速不一定 每次都遇到 你遇到左而贏 是幫助你 如果這次沒有 其實好像主客和一樣 即足球 快步速 中等步速 慢步速 你賺了步速 但是加了分 除非你再進步消化 這隻馬四歲是會有進步的 但三個星期 我就會比較懷疑 因為這隻馬 畢竟在潘頓跨下 贏紅酒之寶的頸 喂 紅酒之寶剛剛過谷草 都差點贏 不過放得很快 放太快 都贏不到 即是 他是贏一些贏不到的馬 紅衣火王贏過加飽了分 你才可以過他的頭 潘頓僅僅做到榜 還要給他一檔 你記住 A欄那些一檔 剛剛星期三都說 很高上名率 潘頓就賺了一個檔 贏了一條頸 其實這馬很厲害 因為被蝕恩再騎 背多兩磅 在田草贏 其實已經是賺到一絕 蝕恩騎得一步都沒有錯 我只可以說 不是貼難好一點 那些還要二三碟好一點 所以你會知道 他這個賽事 是賺盡天時地利人和而贏的 賺完加七磅 沙那間燒不消化到呢 你有個漂亮檔 又有快步速 我會想一下 因為死碎馬有進步 但是你現在 檔還要衰了 在C加三 大家知不知道 千二米牌外檔有什麼後果 千二米牌外檔沒有的 給大家看看檔位統計 你就知道 大部分的外檔馬 即是我頭額頂這一堂 七八九 十一檔 連兩成賞名率都有些問題 當然 都有一些最外檔的馬 是可以走到接近兩成的賞名率 甚至 十二檔最外檔的那隻 因為出閘 我經常都說 十二檔最好 跌心水 少一隻馬夾你 因為沒有十三檔 十二檔 馬會都知道 C加三如果做十三十四檔 都很不公道 所以 永遠C加三 只有十二個 去跑 千四千六 反而有 所以 大家知道 最外檔的那隻 少一隻 去出閘成功率高了 生還率就更高了 但大底上 我們叫什麼 GENERAL FIGURE 即是一個概括的統計數據去看 你會知道 其實是內檔好處一點 一二檔最高上名率 和最高成率 其實已經不用爭辯了 跑了接近五十次 什麼基數都夠 人家就贏多一點 當然 這次贏未必是波仔簡的厲害了 或者是上次都近近的長話效寬 有機會是其他馬 但是你要記住就是 外檔比較不著數的時候 你在一個賺了報速的情況下 還要加榜再跑 今次我當蔡明少 其實跟蝕恩一樣 正常當然不會一樣 然後怎樣 再有一個快的報速給你 或者這樣說 不如叫蝕恩不要罰六十萬 出來騎回 然後 但是要正常加分 公道而已 背一百三十磅 給他上次的走位 背一百三十磅的蝕恩 大家想想 有對的報速 他又贏不贏得 他就贏不贏了 他就贏不了 他就會輸半個馬位以上 因為 他背多七磅 就算我當你進步也好 照正計 連半個馬位都過不了 雖然你不會見到明欣賞和二戰得勝 但是你由明欣賞 剛剛星期三 大家記得 昔日賽那個派賽 美場就叫大家買讓愛高飛 和明欣賞 我就知道他是退而求其次 剛好那天一當 又有些賺 這樣他都贏不了 連齊齊有幅沿途走三碟都過來了 那你就想一下 就是明欣賞不是很厲害 或者分數已經比較浪 過谷草的對手差那麼多 你都贏不了 雖然三者都贏過 在一瞬間獨贏 但是跟大家說 既然過谷草都贏不了 在他前面那隻都不是很厲害 大家都賺了報速衝上去 那現在 自然輝王還在沙田跑 你便知道他贏得難 先說他三甲 即是二三四名 永遠都人氣我取的 很容易 但是你要贏 你必須要強過同場所有對手才行 既然是這樣 自然輝王就會相對地難贏 所以有時加榜是會累到馬 尤其是他賺得太多 而贏得容易的時候 不止他一隻 三班千二美場 除了自然輝王 中間 我有跟大家說過 雖然我自己都有貼的美之苗 不過我認為他贏不了 他只是贏得容易一些 我未知他有多少在手 不過這些六歲馬 其實已經見盡了 在四班有些好處 你看回線路神話 進龍飛騰 這一組 其實都有一些快步速 你對回那天四班千四 五十八秒七 其實你看回後面三班千四 人家比你更慢 都是後上馬波爾 都可以外檔衝贏 那現在美之苗 沿途走位 綠色衫 橙色衫 班特黎很聰明 兜出大外碟 就是最後怎樣 你看鏡頭都白了 像我的頭髮一樣 最後還在外碟這樣衝上來贏 他其實好像波爾多一樣 是賺了場地 賺了步速 可能捏地更加適合他 是 接下來星期日 可能都是繼續捏地 很大機會是 看天理估計 但問題就是 不用加分 你贏得這麼容易 又是加了九磅 這些馬呢 一加九磅 今次我當私家三 給你三檔 我當班特黎 又可以滲出去 又在同一條跑線上衝 那個是有利場地也好 這兩個半馬位 只是令他很難得才僅僅贏 除非他再進步 但你知道六歲是不會的 只能夠看什麼 看六六大順 又有喘命 跟著飛力大帝 又騎錯 然後進龍飛騰 當位又塞車 那就可以了 不要說不可以贏 不過會難度高 相對難度更高的 就是剛才跟大家說 自然輝煌所面對的問題更大 有些馬這樣贏完 這隻我知道都會十倍八倍 或者十鬆一點 但是你不要因為他冷 就去買Win 我會跟你說 十幾倍好像樣外高飛 那些是容易Win 這一種是相當相當難的 不是說不能贏 跑馬永遠都有 不過是有分直撥和不直撥 而你認識了這件事 翌日研究場次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有一隻熱門馬 是我剛才說的樣子 賺盡天時地利人和 還要加分多 然後下次劣勢 跟著繼續熱門 那就恭喜你了 你可以代我做一個 明天的篩選萬能合節目 就可以容易找到那場 熱門輸當然有個過終點先 那隻就是冷門 你想找冷門中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要怎樣 先要這隻熱門不行 這場就有些機會 有少少這樣的味道 不過這隻不夠熱 但是你說平時怎樣拔起熱門 就是要研究一下贏那些馬 或者你估計是熱門那些馬 實力是多少 你估計到的話 那把尺坦 你就容易些捉得到 你應該要有的馬匹 未必可以的 有時候我都經常跟你說 我知道這隻熱門輸 不過那場六七隻都可以 我貼四隻 未必中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情況 但不要緊的 那場玩呢 你也會贏的 因為一隻大熱門 例如三倍計 他大約都背了三成彩詞 那馬匯都是抽你十八點五 不計回購 當你買西D銅一樣 都賺了水 那賺了水 那賺了水又怎樣 場玩便會贏 不會鋪鋪中 但你買一百次 你對的機會大些 那連回報也好些 那你就自然容易些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迷世界》 稍後還有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 希望大家喜歡 到時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